哥哥来接你了 安心 安心 快上来啊 你怎么来了 你还不快点上来 我上不去了 我能下去反正也不高 等我马上来 发神 我还吓死了 你什么时候找门来了 你回去告诉凌云 医药费还有欠她的钱 我都会还给她的 跟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哎 医药费我给 请不请 能不能不走啊 哎 刘晓慧埋怨我的 对不起 您 拨打的用户 才是五百厘头 林总 您还是敲门吧 对不起了 朋友 兄弟无德无能 还是斗不过你 聪明伶俐的小娇妻 尽管我豁出性命 再三阻拦 但是还是让她 跟着固安生跑了 为了赎罪 我决定面笔思过一星期 不用找我了 去药卫胡同 林总 您还是敲门吧 安心的 你把她藏哪儿去了 藏人 不是你林总的那首好戏吗 顾先生 我们找安心小姐有点事 那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去叫她出来 什么意思 女孩的房间 男人不能随便进 我是顾安心的哥哥 你是谁啊 我是她的命中注定 我已经在这儿睡了很多次了 说话小心一点 你们两个都是男生 都不方便 等等安心小姐吧 并不是我 他什么样子 你以为你 是你 你以为你 这点试试 是吧 我听得到 我这些种 为了 我这种 不具有的 为什么 我就抓得了 等一下 那个杯子是安心的 哥 这位林总 口口说中说要见你 我跟大开说的都已经说了 现在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就是想来见见你 现在见过了 你可以走了 走吧 正好我也饿了 一起吧 我们去吃苍蝇馆子 你也要去吗 苍蝇吗 对 就是那种 很多细菌啊 灰尘啊 苍蝇啊 到处飞 吃着吃着饭的时候 说不定从天花板上 就会掉下一个什么东西 你还要去吃吗 我喜欢苍蝇 我们不喜欢 我觉得你现在就像一只苍蝇一样 每天在我身边嗡嗡嗡地飞 你去吃吧 我不吃了 我不去了 你别饿着自己 安心小姐 林总也是一分好意 我们走吧 不送 不送 不想出去呢 就不出去了 哥在家里店里做 想吃什么 哥 哥 你为什么不问我 问你什么 最近发生的一切 问我跟林月是什么关系 问我 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对她 你不想说 我也不想逼你 而且不管你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 都是她不对 是不是 我都不想逼你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他要是欺负你了 你就跟哥说 哥哥现在就去矫情他 你从小到大都这么无条件地偏袒我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啊 我跟班上同学打架 明明就是我打了他 你非得去他家里把他揪出来 跟我道歉才肯罢休 就这个事情 洪一还罚你写了一个星期的检讨 你还好意思说呢 不知道是谁 跟我说去去去复印 那谁让你不会撒谎呀 一接穿就 就怂了 是 谁有你积累 我给你做饭去 不用了 你肯定又在我冰箱里面放了好多好吃的吧 嗯 你还是得早点回去 今天是他的生日 爸怎么就看不起你得好呢 离开顾家之后 我靠双手养活自己 特别快乐 好 开心就好 你累了呢 就过来找我 我又来都在 嗯 好 那我走了 那个叫雨果的女孩 从故事宴会之后就失踪了 我们一直在找她 我来 走吧 小王 你怎么来了 哎 安心姐 真的是你啊 你的闪送 我的闪送 这还是加鸡蛋呢 还是热的 趁热吃啊 哦 谢谢啊 那要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注意安全啊 好 好 闻闪送 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 顾安心 要鼓起一点 这么容易被说买了 节操呢 对了 我记得还有方便面 哥 你就不能让我体会一下 垃圾食品的快乐吗 不 这 这么香 你不面皮撕过去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心里有就行了 你们做的 手艺不做吗 哪天给我做一顿 不是我 不是你 那还能是谁啊 我 你敢安心做的 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 你都没给我做过一顿饭 就因为一个认识了几个月的姑娘 你就 你太重色心有了 林总 您说 安心小姐现在还在生您气 会吃您做的饭吗 她还生你气的 她再这么生我的气 也不会跟吃都过不去 她也会吃 她已经吃了 她太多可爱了 她不吃了